一个残酷且扎心的现实是,女人有没有钱,过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,有钱的女人未必一帆风顺,没钱的女人也未必坦可难行,但她们在心态、格局、素质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上都将产生细微的差别。 这些只要细加观察,就能发现端倪,一个女人有没有钱,其实能够看出来,这三点伪装不了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 看买东西时的气场 一个女人身着名牌并不一定是有钱,现如今许多人咬咬牙也都能买得起,还有许多人以此来装门面。 但这依旧掩盖不了骨子里没有钱的事实,她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,却要小心翼翼地保存,她们拿下了最爱的包包,回家后却一再地计算价格。 多少人在商场中总是小心翼翼地翻开价格标签,还有许多人货比三家,永远注重性价比。 这没有错,只是往往越是贫穷,越在乎东西的价格,也因此流露出买东西时的左右摇摆。 而有钱的女人没有此种顾虑,她们足以买得起任何东西去商场里的气场两米八,哪怕穿着一身简单的衣服,也敢于拿下最昂贵的服饰。 令人眼前一亮,有钱装饰的不仅仅是门面,更是人的气质。 有钱就不必为金钱发愁,这种坦然,自信,无畏,无惧的状态,才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。 暂时没有钱无关紧要,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钱,就会越来越美丽,由内而外散发自信,人生也会愈加精彩。 我国历史最早,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重庆地区一个名叫清的寡妇。 据司马迁《历史》或《直列传》记载,短短76字记录了她一生的主要事迹,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单学业。 就是采炼单杀,因掌握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,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。 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,传说其财产有白银八亿万两之多,又赤金五百八十万两。 秦统一天下之际,时逢乱世,国尽民退,动辄抄家灭族,而对寡妇清网开一面,并封她为真妇,还专门修筑女怀清台表张清。 专家猜测,因秦始皇修建陵墓,以水淫为百川江河湖海,而当时清掌握了独特的单杀冶炼技术,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人才,而受到秦始皇如此重担。 看对于金钱的规划,没有钱的女人,兜里没有撒瓜俩枣,因此她们只能将钱花在刀刃上,要么就是买衣服装点自己,要么就是用于吃喝。 没有钱的女人恰恰相反,她们早已超越物质生活,达到了追求精神事物的状态。 她们可以把钱用来报班学习,充实爱好,也能去旅游,去唱歌,去和朋友嬉笑玩乐。 没钱两个字,会将女人困在实用的人生主义中,有钱则会开放出更广阔的天地。 我们渴望有钱,希望变得富有,就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,追求更好更大的世界,相信这也是无数女孩努力的意义。 拿在手里的钱,会让你走向人生更高的层次,这种无与伦比的体验才自为珍贵。 郑义嫂,原名石香菇,广东新惠籍但家女,海盗世家,她皮肤有黑但亮丽动人,少女时嫁给著名海盗郑义,郑义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海盗联盟,红旗帮,全胜时期,拥有大船八百多艘,小舟一千多只,盗众多达十万只众。 有一次,郑义嫂在海上抢劫中遇到风暴沉船溺死,而易子张保仔接替。 其规模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,竟大过著名的北欧海盗,郑义嫂与张保仔势力实在太大。 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,1809年,张保仔被迫接受赵安,182年,张保仔死于任上,郑义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,贩卖私盐。 1840年,鸦片战争爆发,郑义嫂积极抗战,为林泽徐出谋献策,1844年病逝于澳门,享年69岁。 看他们的整体状态是否足够松弛。 有钱与没钱并不能决定人生的幸福与否,但可以肯定的是,有钱的女人比没钱的女人更具应对逝世的能力,有从头再来的底气。 因此,她们活得更自信,更松弛。 一份工作,不必讲究她的性价比。 喜欢就去做,不喜欢就放弃。 一份爱情,不必要死要活,失恋了用红酒和鲜花来取悦自己,明天又将神采依依。 女人兜里的底气,能够帮助她们应对未来的任何不确定,也能在不适合的生活里及时止损。 好脾气需要金钱滋养,坏脾气多半是由于金钱不足,愿往后余生。 你也能成为一个有钱的女人,活得云淡风轻,不必非要努力坚强。 怀青台,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富有的女人,既不是皇室成员,也不是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女儿,但她拥有很多金银首饰。 拥有丰厚的家财,必须说,这个女人怀青台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,是一个旗女。 假如要说中国古代的财富首先是谁,那就非这个旗女子怀青台莫属了。 那这个旗女怀青台到底有多少钱呢?为什么一个女人能成为古代最富有的人? 第一个旗女怀青台出生于秦朝时期,她所拥有的钱连当时的统治者都比不上,这到底有多有钱? 据有关历史记载。 我们可以知道,这位旗女子怀青台所拥有的财产大概是白银八亿万两,这个数字光是听起来就很吓人,一个伟大的数字。 如果把白银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,大是一百九十一亿元,怀青台,一个奇怪的女人,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富翁,也是当今社会的天文数字。 她是一个合适的大财主,在中国富豪榜上一定有怀青台的名字。 怀青台除了白银八亿万两,还有两千多名私人保镖,在中国古代,人们的生活大多以农业为主,所以家庭条件相似,而在古代,女性的地位又远低于男性。 在古代,女性有许多不能从事的职业,因此,古代社会给女性的机会也很少,女性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财富。 在古代是非喜男士,那这个奇女怀青台为什么这么有钱呢? 首先说一下怀青台女子的家庭,她是寡妇,没有丈夫,丈夫去世后,怀青台也没有选择再婚,而是继承了家族家业,并以自己的力量壮大了家业。 谈到怀青台丈夫的家业是做炼丹杀的,这个行业在当时很有名,由于其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方法,家族炼丹杀生意越来越大,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,自然家族的生意给怀青台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 那时,秦皇对女人互相猜忌,由于母亲荒淫无度。 秦皇一向不看好女人,但秦皇对这个奇女子怀青台却有不同的看法, 因为怀青台在丈夫去世后,不但没有和别人再婚,还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。 秦皇非常欣赏怀青台独立坚真的女性形象,秦皇对这位奇女怀青台的评价也很高, 这也为怀青台的家族生意提供了有利的保障。 炼丹杀生意不仅给怀青台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财富, 也带动了就业,让当时很多人都有了工作,成功保卫了一方的安全。 由于这些原因,怀青台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尊敬。 被当时人们称为活神仙,必须说,在当时封建迷信的古代背景下, 人们能如此重视一个女人的存在,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 有钱与没钱的生活经味分明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或许我们暂时无法成为有钱的女人,但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, 相信终有一天,有钱会成为你的标签,也会是你乘风破浪的勇气, 使你获得源源不断的幸福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